草河亦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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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个字当然是大小小 还有这个草字三个 所以每一个 就是写窄些 草河亦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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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五個五字就用短筆寫 屈的寫法 當五看的精細一點 和下土 好 這個和字可以寫大也行 作為面子來看 這裏 土字可以寫差不多 肚子當然可以不加電 但人們輕加電 收多 下土 碎 碎的可以撞得小一點 這裏要用刮刮的 這個粗重一點 這個用刮刮刮刮稱 卻輕些 逢是横滑 轰滑 这些都是完美的 好了 这个宗旨是这幅作品的主角来的 是主角节来的 细写大一点 酸 这个是读酸的 这个写小一点 把新字写大一点 这个是李生 李生就是诗 都是唐诗 诗句不多 它是两首的 其中另一首就没那么出名 是只有这首就没那么出名 连小学生都可以浪浪上口 李生不是和生 即是一世人只有两首诗出名 全名不可能靠它 我就可以漏中千古 一首就够了 歌声唱一首歌不就能碰了 哈 你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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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彬浪浪就能碰了 这裏 就不写年份了 写年份就不够位了 所以是不是一天写实书 很快一会儿